你們會覺得這個大小臉的感覺真的是差好多 真的非常讓我驚訝 在家裡有這台竟然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Check to Check 超微墊雙波忍熱逆光肌 透過你微墊的方式為肌膚底層做按摩 可以解決早上起床水腫 改善出油 還有提升保養品更好吸收 讓你省下更多時間 還可以省下更多的金錢花費 重點這一台是 真的讓你有感保養的保養神器唷 Hi 大家好 我是Nicole 我這一次想跟大家談談有感保養 隨著年齡開始增長之後就會開始慢慢發現 肌膚的狀態大不如前 膠原蛋白會隨著年齡慢慢的流失 肌膚狀態就沒有像是18歲20歲那樣的膨潤感 每個人都會想要保留青春美麗的狀態 就停在那邊 說是打價格比較高一美以外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們保持青春狀態 還有能夠改善膚礦呢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近期我愛用超級有感的保養神器 是Check to Check的超微墊雙波忍熱逆光肌 它是類醫美等級的居家保養新科技 每天只要有使用短短的時間 一次就能夠解決肌膚各種的問題 像改善出油的狀況 毛孔粗大還有肌膚的疲憊感 它也能夠提升量折感 讓保養品更好的吸收 而且它這一台還有按摩的功能 它可以解決你一整天疲勞感 而且只需要這一台 它能夠在你定期做醫美保養的女生 我覺得是非常需要它的 因為它可以為你的醫美術後的保養 延長它的療程效果 所以它這台真的可以讓你省事又省錢 上光前使用它可以減少你肌膚出油的狀況 冰震按摩這個功能 是我真的早上特別喜歡 因為早上起床就是那種浮腫 水腫的那種感覺 所以用它來冰震按摩之後 臉部會變得非常的舒服 而且我發現很多人會覺得底妝不服貼 就是上了很多層的保養品 其實是盡量去簡化它會比較好 而且我還有發現一個 小小的步驟 就是可以讓肌膚降溫 能夠讓你的底妝更服貼 因為在你的底妝上上去之前 你的肌膚是很高溫的狀態 是非常容易脫妝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拿的方式非常的順手 不管是左手還是右手 整個機型是很有科技感的金屬光澤 探頭是用鈦合金循環探頭 使用是醫美等級的低敏材質 使用的時候記得臉上肌膚要塗上凝膠 只要你家裡面或是你平常 自己使用習慣的凝膠都可以 長按三秒紅光RF 溫熱波模式 會有溫熱感 會有點像是手掌心的溫度 它可以提高保養品的六倍的吸收力喔 它共有五段的溫控 溫度大約是在40度到45度左右 余尾紋還有法令紋 統統都可以做保養 溫溫熱熱的感覺是非常的放鬆 每一個部位切記不要停留超過10秒 之後可以再按切換成高頻震動模式來按摩臉部 藍光BL橫冰美顏模式 冰冰涼涼的可以收斂你的粗大毛孔 還可以鎖住肌膚的水分 眼下也可以用這樣清點的方式來做保養 台灣夏天真的很需要這樣的模式 這次我想要強調這個重點 就是紫光EMS擬微電模式 它一樣有五段的強度可以做調整 50-200次的一秒刺激臉部肌肉的鍛鍊 幫助肌膚維持彈性 我只能說這個模式是青春的秘密武器喔 剛開始建議大家使用微電流模式的時候 使用第一檔位就好了 之後你已經習慣它再把它加到滿檔 這樣子 像我自己的話就是用滿檔 那你們有看到這個 它眼袋會跳動喔 肌膚真的會跳動 剛開始使用的時候會有一點微微麻麻的 會有點不太習慣 所以就是會建議大家先從第一檔開始使用 使用的手法跟前面兩個模式是差不多是一樣的 都是記得由內向外 輕輕的 那如果你覺得凝膠不夠的時候可以再補 補一點凝膠 會比較好滑動 就不會去拖拉到你的肌膚 額頭的部位也要做保養 由內向外 因為抬頭蚊也是很明顯 會顯老的部分 而且你有發現它這樣會往上拉 放下來了 往上拉 放下來了 它會有冰震同步一起在釋放 所以你是一邊在冰敷 一邊在按摩 舒服 你看我用完的臉 這一半邊的臉 是不是這樣往上提 它這個微電流模式 我是真的覺得非常的剛剛好 而且它效果非常的明顯 所以一週呢 不用使用超過2到3次 好的保養真的不需要太多 剛剛好 效果就是讓你非常有感 你看嘴巴有沒有一點 嘴角 它沒有那麼垂 但是我覺得很明顯是這個臉 我這邊臉好像就是 超空耶 你看就是那個大小臉的感覺真的是 差好多 哇 大家一定會想說早上跟晚上那這樣子的模式要怎麼樣去做搭配 沒關係 不會忘記 請把這個圖揭下來 你只要記住這個口訣 早上2分鐘 晚上10分鐘 起床的時候 早上先使用RF的熱能模式 1分鐘的打開毛孔加速吸收 再使用BL的 冰膚模式 來修煉1分鐘 讓妝感更服貼 晚上的話呢 使用溫熱紅光的模式3分鐘 再加上冰膚的模式3分鐘 還有擬微電4分鐘 這樣做完大約是10分鐘的保養 那紫光的EMS呢 一周會建議做兩次就可以了 平常呢我們顧小孩也是要維持美美的 如果我們在看影片的你剛好是有去醫美經常做臉部保養的話 醫美的術後其實保養跟維持是非常重要的喔 今天的分享與介紹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對這台逆光機有興趣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可以先到他們官網逛逛 詳細的資訊我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會提供給你們詳細的資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